大家好,这一课给大家讲这个水印,就是图片水印,就是我在这张图片上,我可以给他打个点,或者是说给他绘制一个图片上,绘制一个文字在这个图片上 那好,那我们这一课来看一下这个图片水印,这个我们这个概念是如何,及其我们实现的效果 就比如说我在这个输入一串文字,我要打印在这个文字上,或者是我鼠标,我手指,我点在哪里,我就让这个文字输入到哪里,并且保存,最重要保存出来 那好,那我们这一课来看一下这个水印,就是图片水印,就比如说这时候我拍照一张,拍照一张这个图片,这个图片上这个日期,让他打印这个图片上 那如果我们还要去完成呢,那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步主,实现思路,就是说第一步,根据原图大小,创建一个新的这个图片 并且将这个图片获取一个这个什么呢,convice,就是画布,然后我创建一个画笔,画笔的这个 typeface,就是画笔的这个字体,样式,颜色,大小等属性 然后将原图和要写到图片上的文字,画到这个什么呢,画布上 然后我创建一个新的表面谱,设置到界面上 然后根据用户新vill上,再点击坐标,监听这个什么,touch实践,获取坐标,然后实时更新文字的颜色 听起来这个实现,这个都是挺简单的,那好,那我们通过代码来实现一下 好,我们把导一下包,这是主界面跳转的,导一下包,好,导到这,跳转到我们这来了 好,那我们定义一个布局文件,这个布局文件是它,然后是这个叫什么呢 我们这一会儿叫的是水印是不是,那我们定义一个叫水印 水印 然后touch吧,首先它是水印 好 刚才给大家看这个,pd上这个布局是什么样子,是一个横向布局吧 那水平的,水平的是图片,然后输入框按钮,然后图片,那好,那我们来定义一下这个布局 首先它第一个是一个ImageView吧,ImageView,然后 我这里输入的这个 样式 Fix1,然后它的ID 叫 SueView吧 然后它的SRC,我可以设置上一个 3吧 然后 第2个是一个什么呢,第2个是一个 按钮和它输入框吧,那好,那这个推直吧 推直 好 那这边去左边我们来点距离吧 20dp吧 然后它是让它居中 水平居中 让这个子will 也居中 好 这是我们来定义的基本元素 这里面第1个是什么呢 是ID tags 然后我可以定义大小,定义个300dp吧 这个ID名字叫什么呢,ID名字就叫 ID的吧 然后 我们 给它添加一个 背景文字 就是 添加 水 印 文字 好 这是提示语 然后紧接着下面呢 是一个 Button吧 Button 里面的文字 我们显示什么呢 显示 生成 水印文字 生成水印文字吧 然后 margin top 先写 20dp吧 好 这是我们的一个布局 布局完成 然后紧接着我们是不是要 再定义一个 下面 下面是定义一个什么呢 再定义一个最终生成的 生成的一个什么呢 生成的一个will吧 然后 左边 去左边还是写20dp吧 然后 这边提示语 提示语 是叫新will吧 就是新图片 新图片 然后 底下是一个email 然后id 叫newpicture吧 IV 好 原 就是显示的风格呢 比如填充这个空间 fixs1 fixs1 好 那我们来把这也都处理化一下 好 这个布局既然完成了 那我们就是说水印 水印 好 是 email指揮啊 email指揮 还有一个email指揮在这 好 这两个email指揮 我们先把定义完成 然后紧接着是一个 id text吧 id text 我把这一块写快点啊 id text 然后 一个button 生成水印文字 button 就是 生成水印文字 叫read read read text read text read text 生成水印文字 button button 好 生成水印文字 就完成了吧 好 我再把它处置化一下 这一块我也写快一点啊 我们未来 有更多的时间在后面关键点 多 研究一会儿 这一块我们就 也带而过 好 这个 定义完成 然后 紧接着是他 然后是 button 好 这个定义完成 定义完成之后呢 那我们这个时候是不是要 先得到一个这个 bitmap 这个bitmap 这个图片 因为这个图片以后我们要 srcbitmap 这个图片是 是从这个 收尾网当中去 得到的吧 然后 get drop 然后这个是得到强壮影的bitmap 然后 然后我打刻号 点get 这一块能看懂吧 就是强制得到一个 背景图片 好 那这一块我们既然 写完成之这个之后 那我们就是来 这个 write 点set onclick 去点击 去点击 点击之后 那我们就是说 是不是要定义一个方法 定义一个这个方法 那就是说 这个方法叫什么呢 叫 啊 write tags write tags to bitt map 好 这边传的是一个作标吧 传的就是比如说 左边 上边 好 左边上边 那我们首先得在这里得到这个vill的大小 然后重新创建一个bitmap吧 好 那我们得到这个图片的宽高 showvill.get showvill.get maxt 宽吧 好 再得到showvill.get 高 得到宽高之后 那我们紧接着是个 你有一个新的bitmap 宽 高 然后是 88 好 然后紧接着我们是把这个 往画布上放 这个画布的颜色 颜色是什么呢 颜色是 我们先底色先来个白色吧 然后 我们再定义一个 画笔 画笔是绘制对象吧 好 那我们就是说 这个时候 我们定义 字体字体 我们这时候就比如说叫 字体叫送体吧 就是说字体 送体 好 那这个时候定义好字体之后 然后 从type face 当中 去什么呢 去create create 是不是这个type 然后 type face 里面有一个 假粗吧 然后得到的是一个type face对象 然后 我们从这个 画笔 在这个 设置这个 画笔 设置画笔 设置什么的颜色 就是这个颜色 我们先用 红色吧 红色比较鲜艳一下 好 然后这个画笔 这个set 什么呢 set 是不是有一个 face type face 底下 type face 底下 然后就是我们这块得的这个 然后 这一块 就画布再去 把这个图片放置上的 这个图片是不是用这个圆图啊 圆图叫src吧 因为它是底色 底 就是 底板嘛 是吧 那你这个画笔 我们没有 没有就设置为now 然后 这个 字体 字 我们输入的文字 是什么呢 是不是从这个edtest 能够得到这个 文字啊 好 得到文字之后 最关键的一步是什么呢 往这个上面去 做什么呢 是不是要做一个 找一下啊 test吧 做一个test吧 这个test就是我们这一块的定义的这个 test 然后左边 去左边呢 上面呢 就是这个传进来的 这个距离 然后画笔呢就是我们这一块定义的这个画笔 好 这一块写着一堆 最终呢 给大家讲的就是这一步 然后我们最终 在这个newsure的 设置完成之后 我们最终把这个新的图片 给它设置上 好 这就ok了 这就我们给它绘制完成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方法调给他 好 定义好之后 那我们从这个 vill当中去得到他的这个时候的 给他left的位置 给他top位置 好 得到他这个位置 那好 那我们再运行一下 看一下效果 这时候应该就ok了 大家看这个 其实这个水英文字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你把这个new 冲建一个bitmap 和原图一样大小 然后 放在这个画布上 然后把画布 经过的设置 他的什么颜色呀 图片呀 然后图片就是原图片 然后 再绘制这个文字 就完成了 其中绘制这个 字体的时候呢 用了一个画笔 这个画笔当中 我们定义的是 把这个typeface 格式定义成送体了吧 定义成送体 并且颜色是红色 这个颜色 自己可以动态修改 4个 按钮 可以进行一个变更 好 这是我们的 呃 这个 字体绘制 我们看一下最终的效果 图片水印 好 什么 添加了 文字 比如说 生成 好 这已经生成了 就是这个 有点太糟了啊 就是 意思呢 就是这个 然后大小给大家 设置一下 就比如说 这里我给大家定义一个 400吧 400 好 这个就 把这个输入框吧 输入成200吧 好看一点吧 弄的这个太大了 然后 但是就刚才说了在这个图片新图片点一个点要把它更新它的位置是不是 那好那我们就说来把这个监听一下就是 这个新图片 新图片这个有unclick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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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之后 那这个时候 那这个时候我们得到的是不是这个 位置 这个 Motion吧 Motion吧 这个是从Motion当中得到X 然后Motion当中 得到外置 外置 然后 然后 if 如果这个Motion 点 给Action Action 等于 等于 Motion 点 当吧 按下去的时候 我们就进行 进行一个变更 变更之后 那我们 就是说 调用还是调用这个方法吧 调用方法是不是把X Y 传进就可以了 好 还有一个传的是一个什么呢 传的是不是这个 图片 这个图片 图片我们当中 就是说从这边 直接去获取吧 Decode 这个 这个Map 方式点 Decode 该的 里 是2点 Dobo点 3吧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 其实 不对 为什么不对呢 呃只需要两个 呃只需要两个是不是 两个的话呢 这个就不需要这个图片了 需要两个啊 就是这个字符类型不一样 是不是 那我把这个 改一下 好 OK了 我们再次运行一下 这样的话 在新图片上点击应该 这时候点击的 而是4的外读 就会重新刷新一下 他这个字体就应该重新变更 好 那我们就 看一下 回顾一下今天讲的这个东西是不是很简单呀 是不是 就是说 把这个 Bitmap上重新绘制 然后你下一次测试一下测试的时候 你就是说 根据我这个 绘制字体 重点是这一块 这一块是关键啊 或者是画笔画笔 它是有一个风格设置的 这个风格设置主要是字体颜色 这一块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刚才设置这个 比如说 GGGGGG 然后生成 好生成了 点击 这时候就变了吧 是不是就变更了 好 在这个文字我们就 目前实现了 就这些 好 那么下一刻继续看这个水印图片 好 这一刻就讲在这里